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天生下了您的女儿 能跟我讲讲 在1989年那个时候 您当时的一个状况吗 我当时的状况 我当时是在沈阳的 鲁迅美术学院做老师 那么因为沈家卫呢 老沈她是在半年前吧 就是已经到澳洲来了 所以我就是回到我父母这 北航来代产 北一和北航也只隔一条马路 我提前一天吧 就住到北一去了 入院以后呢 第二天吧 我女儿出生了 5月30号 那么因为我是属于什么 羊水仙破呀 好像要在医院里待 一个多星期 八天不是什么 反正有个规定日子 那么可是6月4号 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那么当然我们就是吃惊不小 而且在医院呢 那个那个那个夜里 就是这个救护车声不断呢 就是其实北一是一个 很大的三甲医院 一个很大的医院了 所以危急的人恐怕就都送 就是很多都送过来了 那我们这个妇产科的 这一条走廊呢 就封死了 不许我们出来 但是我们在这条走廊里呢 就能看到 这个前厅的急诊 这个担架呀 推进来 这个医生 这个护士举着这个调瓶啊 都送到急诊啊 这个抢救室这样子 女儿出生的时候 沈家卫还只是一个 在悉尼的情人港 为游客画肖像的街头画家 在那个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 开枪的消息迅速在 澳大利亚华人社会传递开来 开枪是6月3号深夜 和6月4号早晨 那我6月4号 我记得是礼拜天 礼拜天就是我们在达林哈巴 给人游客画像的时候 我记得快到 比较下午的时候 有一个被画像的一个人 就说开枪了 天安门关门开枪了 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 所以我画到了十点多 我就下班 我就一个人跑到这个 China Town 那里有个书店 我在厨厂里面贴着那个号外 号外就是那个 最早的那一批照片 就是天安门关门发生 那个暴力冲突的那种照片 所以我回来以后 就几乎睡不到觉 那一晚上 现在这一刻回想 当天那天晚上的自己 我那时候 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悲愤 应该说有点绝望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是希望这个中国是往前走 而且我应该说 我现在回忽他来看 当时的学生也是一样的心情 学生他们上街 唱着国际歌 打着红旗 唱着学生的风采 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正面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邓小平的当时的决策 和整个中共决策层里面的 保守派的这个反应 让我感到很绝望 我觉得如果中国没有出现 一个大的这个逆转的话 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会 走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前列 说得很好 可是就是那一刻 一开枪 这个事情 这个良知就接下了 然后党内的大批的改革派 都跑到国外去了 我退党是很自然的理由 因为我认为按照党的规定 是一个党员是不能够跟 要跟中共中央要保持一致的 我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能保持一致 我说你看象肯定是错误的 就连毛主席在的话 他也要反对的 所以我说我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再在党内 我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我寄回到我们的党支部 然后就退了 后来这个辽宁省的 我们的这个文联党委 就大维生器 就不能让他就这么退党 开除 所以就开除了 所以这个是极大的改变了 中国的政治生态 还记得那天晚上 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呢 那当然是非常的沮丧 非常悲伤啊 非常而且非常气愤 所有的科室的护士 住院处的护士 统统跑到抢救室 去帮助抢救 当然了我们的护士 过了一阵是回来了 我就记忆特别清楚 一个小护士 很年轻 他回来就哭了 而且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怀孕了 可是现在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虽然事后我并不知道 他这个孩子打掉了没有 但是我经常想起他 他的孩子按说 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了 是吧 作为一个母亲 你就很伤感 对吧 就是 是这样一个 一方面是生下孩子的喜悦 一方面又是看到有人离去的那种痛苦 对就没有喜悦了 就成为一种啊 非常的复杂的一个心态 就是掺和着一些 你就是百感交集的一种状态 六四一代正在慢慢老去 对啊 是 中国人关于六四的记忆 也在慢慢地退去 所以今天这个时候 像您和沈家伟先生 能不能开口来谈这件事情 就格外地珍贵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能够让他们 以及后面的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 去重新去审视 这是当年那段历史的一个契机 重新审视 怎么审视呢 我到现在也不能想通这件事 六四这件事 你杀害的每一个大学生 是个都是好孩子 他们怀着那个热情 是吧 是希望这个国家好 所以这件事 我亲历也好 我也审视 我怎么审视 我永远想不通 我不能想通这件事 你讲话了 就是说你做了母亲 你也考虑到 那些失去孩子的 那些孩子还都已经养大了 是大学生了 对吧 就这样失掉了 那永远不可能 抚平这个创生 这个问题困扰了你多久 你到现在还是困扰 我想不通 我也就不能原谅 由于六四之后拿不到护照 王岚和女儿直到两年后 才和沈家卫在悉尼团聚 沈家卫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自己对自由的信仰 她选择留下 按西方的游戏规则画画 我在来澳洲的第四年 我的第一章肖像若微了阿基报 这是一个点 这就有执行心了 但是恰好就过了一年 就接到一个通知 就说罗马教皇要来 要给一个澳洲的修女给她赐福 那么就要给她设一个奖 让大家来画这个修女 这个修女是19世纪末的一个人物 可是对我来讲 我在中国的定位就是历史画家 所以我就马上 英文虽然不好 但是我很快就进入情况 然后我就说这是我的机会 我大概一个多月 连那个设计到完成这段画 送去以后得到第一名 得到第一名以后 没想到教皇要去见我 那么教皇见我也很有戏剧性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公民 整个张脸也不是西方人的脸 关键是我也不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都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澳洲非常开放 我就说我是一个艺术家 我说艺术就是我的宗教 然后我说 艺术跟宗教是一对姐妹 然后后面那些修女听了就鼓掌 然后一个法新社的记者 马上就写了个报道 说这个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胜利 但是澳洲的五家英文大报 都要评论这个事情的 评论的调子并不高 他们认为我这张画 有点比多利亚时代的伤感 但是我也很理解这个 因为我的画故意地用了 十九世纪的风格 来画这个十九世纪的人物 后来他们知道了我的画 不是那么保守 那么这个在西尼当时 最重要的评论家叫 John McDonough 就给我突然 就过了两年以后 就给我非常高的评价 那么所以我在这里的情况 很快就改冠 几乎三十年后的今天 如何再回头看 当时自己经历的那一场 人生的转折点 如何评价当时 你自己拥有这样的机会 走到了一个 你可能从来都没有 预料过的道路 对 我第一 我是从来不后悔 我走的路 第二呢 我在九十年代已经开始 取得了头几个成果 包括我教皇特长的那些 后来我又给KVB画了一张 三连画是澳大利亚的历史 那么我这个时候 已经是完全转过来 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但是整个九十年代 我还没有解决一个最后的问题 就是说我离开中国 中国是突然之间离开的 突然之间被迫留下来了 那么我为中国 还要做什么事情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在中国出来的时候 我四十岁了 我前面四十年的生活积累 所有的这些东西 在我的作品里面 怎么能够把它 能够作为我的一个人生财富 把它在作品里面体现出来 不然我前面四十年就白活了 如果我一天到晚就是画家 哈我这样的肖像的话 我可能在这里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肖像画家 但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画家 我是不完整的 于是在2004年 56岁的沈家卫 开始着手于自己艺术生涯的 收官之作《巴别塔》 这是一组由四幅巨画组成的作品 一共绘制了过去150年间 超过400位共产主义者的肖像 其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7.2×7.2米 名为《乌托邦》 表现共产党人的 共产主义奋斗理想 右侧的作品 《英特纳·雄奈尔》 7.2×3.6米 讲述了共产主义者 不惜牺牲自己的悲壮历程 左侧是7.2×3.6米的作品《古拉格》 描绘了前苏联臭名昭著的 集中营对人性的迫害 以及共产主义给人类造成的 异常浩劫 对面是一幅 3.6×7.2米的作品 《萨托尔诺斯》 描绘共产主义运动 不断进行内部清洗 革命让人互相吞噬 第一次见到巴别台这个词 是在什么时候 胡耀邦在成为中共主席的时候 曾经在《人民日报》头版 我看见了 他说我们要建设 共产主义的通天塔 我有这个灵感 这个灵感是2001年 2001年我在正在 因为我像我已经在一个 前基督教的一个世界里面 这个文明里面生活 我像我的观众 如果有这方面的 隐喻啊 比喻啊什么的 他们容易接受 所以我就看那个圣经 那我看到那个 巴别塔的时候 我突然灵机一动 我就有了这个 最早的这个构思 我在2001年有了构思 到2004年 我画了第一稿 画了一半我就停住了 因为我当时的 简单的想法是 所有的故事都在塔上面 但是你知道上面的人 你要画多大 你人越大 它就越小 所以我就画不下去 我当时有了这个 四个画的构想以后 我回来大概到 09年到10年的时候 我做了四块画布 就是按照 我当这个尺寸已经想好了 但是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 四块画布我就开始用铅笔 然后开始慢慢地 充实里面的构想 这个用了一两年时间 实际上也只有我 我现在表现出来的 大概二分之一呢 但是已经跨越了一步 然后我与此同时 我就请我邻居 给我做那个板 90块板都做好了 然后我就想要找个仓库 但是我找不到 那么高的仓库 然后那个时候我因为 知道我必须要走这一步 那么我要造这个画室了 因为我即使仓库 我也要买仓库 所以我就决定把我早年的那张站杆 我在兵团时候创作的 被江青称赞过的 因为有这段故事 我知道这张画拍卖 能拍卖出价钱来 但是它是个最糟糕的时候 去拍卖的 那时候正好是08年 这张画在纽约展览的时候 那个金融风暴 在同一天爆发了 所以我就这张画 我原来计划在纽约给它拍卖掉 带回来 带回来 第二年趁那个金融风暴 还没有刮到中国的 那个符号手里的时候 我就在09年春拍 在那个北京就拍卖掉了 我得到了100万的美元 那么就买了这块地 就盖了这个房子 那个房子盖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 在我的那个工作室 就开始画那个了 画黑白稿了 那么我在2012年的时候 这个计划 还在计划中间 那个画布还在那里弄 那个有一个电影导演 就是James Splatterley 他知道了以后我要拍 所以他就一直从那里 就开始跟拍 后来就是到了 一直到了我 2019年 2019年的7月1号 搬进来的 然后开始了您的创作 就开始用颜色化 用颜色化 然后正好赶上了 赶上了那个疫情 所以就更加专心地 关在房子里画 画完以后我算了算 大概400多个 这件作品呢 我因为前面画了一件作品 是在2011年左右 开始动工 到2018年彻底完成 这件作品叫 《兄弟戏一强》 是也是400 大概450 60个人 是中国题材的 就是画的是中国在横前面 就是中国抗战前夕 所有活跃在那个时候的 中国人 中国的精英为主 就是一张叫革命 共产党方面 一张叫救亡 国民党方面的 一张是启蒙 是知识界的 这三张画 在这个中间 就先画完了 因为我前面是过 就是说 我欠中国的一张画 就是我在中国40年 我的这个积累 我要把它画成作品 之前作品画出来了 画出来以后 我这个巴别塔也上马了 巴别塔跟兄弟戏一强 有区别的 这张画虽然我最后 其中中国部分 也一直涉及到 从文革一直到六四 全是多有 但是呢 这张画是更加 站在一个更加高的高度上 因为我觉得 是列宁主义 就是十月革命 1917年十月革命 产生的这个列宁主义 改变了整个中国 更不要说世界了 世界同样是改变 但是它改变了中国 一个这么久复盛名的 肖像画家 然后生活在一个 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 但是创作的作品 却包含了将近400位的 甚至超过400位的 共产主义者 您对您个人的身份认同 您觉得您是一位 共产主义者吗 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 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那是您信仰当中的 共产主义 对了 在这个意义上 在这个意义上 我现在还是 我的一个梦想 虽然我知道这个梦想 可能是永远是梦想 我终于后来弄清楚 就是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 跟列宁主义 正好是相反的 但是您作为一个共产主义 就是理想当中的 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对于一个 坚持资本主义路线的 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政权 您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你刚才说的是两个问题 你在问我是 是不是还对共产主义 我不是共产党人 如果问我是不是共产主义 对共产主义 还有一个想法 我就说 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说 自由 一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所有人自由的条件 必要条件 也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这一点上 我同意马克思的 是我同意马克思的 但是 这一点实实上很难做到 总的来讲 我在乌托邦这段话 我已经实际上 已经把这个就认为是 所谓的彼岸的事情 在此案是做不到的 我认为 在今天 当今世界上的 所有的国家里面 最接近于乌托邦 他永远不会真的到乌托邦 最接近于乌托邦的 或是最接近于 我理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这样的国家 就是澳大利亚 您创作的这一副作品里面 有四百多个 共产主义者的肖像 您如何来看待 您创作这一个的 会不会有人问到您 您创作的东京 对的 我对于所有的历史人物 我认为 我们永远不能够做 事后诸葛亮 然后来 把前人的 就给骂一通 您做得那么失败 您那个共产主义 你的这个实验 给全世界造成了 多大的浩劫 对吧 灾难死了多少 死了上千万人 就来给他们 这些人都变成了 那个罪魁祸首 甚至在把他们 就是私生活 全部都扁了一大通 对吧 我不认为这样 我认为历史人物 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放在 那个他们的空间里面 他们当时面临的是什么任务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所以从您的角度而言 这幅作品 它的意义本身 是一种歌颂 不是一种讽刺 我的这件作品 既不是歌颂 也不是讽刺 也不是那个挖苦 那一张画里面 有知识分子 有大量的 在苏联也好 在中国也好的 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有的被杀害了 而且呢 有上百万的人饥荒 在中国是上 三千万的人饿死了 这些我都画出来 我都如是记载 那么我 但是我不管是画谁 一直我画到斯大林也好 画到毛泽东也好 画到林彪也好 我全部都按他们真实的面貌画 我都去找他们的照片 而且尽可能找好的照片 如实地画出来 每一个人我都是按他 本来面目记录下来 另外 我虽然 这张画按照现在中国的 现行的中宣部的标准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你要去画六四 你要画那个文革 虽然他们说文革是浩劫 这写在党章里面的 但是你要说 真要说文革浩劫浩在哪里 又不让你说了 对吧 这些我都说 我都如实表现 但是呢 我都没有任何的恶意丑化 我甚至全部都有照片 我全部都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说这些东西呢 你可能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的政府也好 或者他们的党也好 觉得很受不了 但是我相信过一百年 不用一百年 五十年以后 你还会感谢我 因为我记录了真实的历史 不用你老修改 你今天拍个电影 说某某人是很伟大 是个伟人 然后过两天 这个人打出来贪污赛 然后这个电影就没有了 这个艺术作品就完蛋了 我不存在的任务 非常感谢您 沈亚威先生 谢谢您接受ABC的采访 你的一点都不兔兔逼人啊